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帅 最近天气越来越冷 秋天到来之后 肉肉的状态是越来越好出了 但是在后台 有一位肉友是这样联系我的 他说他的肉肉 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理想 出现了自己想要的状态 而且他会发现一种青涩 没有到达那种很好的状态 他问我到底是我个人养殖的问题 还是说肉肉本身出现的问题 基于这个问题 我们这边正好有两颗老耳 也是有两种状态 那么我们今天去来分析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他这种状态呢 走,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映入眼帘的 是两颗老耳 在右手边的老耳 它是发一个绿色 但是它们一起是一块养殖的 但是左手边 为什么状态这么好出现这么状态呢 那么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 最主要第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们养殖的 注意程度上 这一颗的话一开始我们是放在架子上养的 最开始的话我们一直放在架子上养 而这一颗呢 它就放在地面上养 接触地面更多 其实根本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两个接触地气的方式不一样 这一个的话 这一个它经常去接受这个地气 本身它与地面有直接联系 所以说它这个状态呢 反而会不是这么好处 而这一个呢 它在架子上之后 而且呢 它放在我放在这个位置 我经常放在这个位置 光是每天这个光照时间也会长 也会更好一点 所以呢 这两款会有一个明显的差距 这是最基础的 肉肉为什么状态会产生不同的原因 光照原因 记好了 拿小笔记记好了 光照原因 光照原因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与地面隔离 第七的原因 这是第二 还有我们就是第三个 呵护程度的原因 因为它长时间的光照 如果说你经常去浇水 浇水的方式不一样 长时间光照的这个呢 它这个土壤会没有那么湿重 如果说这一款呢 这一款在地面时间长 见面 见这个阳光啊 次数会比较少的话 就是说没有这么很好的光照的情况下 它这个整体的土壤 会湿重程度 会比这一个多一点 所以说它这个状态会出的慢一点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也在慢慢的出状态 因为它如果阳光普照好了之后 它都会慢慢出状态 但是整体为什么状态那么差 就是总归于我们三个总结的原因 所以说我们对肉肉的爱护 一定要从一些很多小细节上去注意 不要觉得说 我平时放在那里 光照时间好了 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并不是说光照就代表了所有 因素有很多 光照呢 只能说把它的状态照射的时间更长 做出的更好 但如果说与地面时间更长呢 它就有可能像这样 因为接触地气太多了 所以说它这个整个 整个的一个状态出的会很慢 所以说为了我们更好的养殖肉肉 本期呢 给您介绍了一些简单需要注意的方式 如果后面有什么问题 可以及时再联系我哦 请不回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